高端疫苗週一開打後 根據指揮中心最新的統計 已經有十八例不良通報 開打至今累計有四例疑似施打後 通報死亡的案例 其中陸信作家已經解剖完畢 另外三案仍帶司法相驗 並確認家屬解剖的意願 國內高端疫苗開打後 陸續傳出民眾施打後 出現不良反應 二十六號上午彰化一名二十多歲 大學生在接種高端疫苗後 出現四肢貪軟無力的症狀 被緊急送醫 根據院方的瞭解應該是這名大學生二十五號晚間沒睡好 再加上早餐沒吃出現暈症狀況 打點滴後目前狀況好轉但仍需觀察 而基隆市一對年約三十多歲的夫妻 二十三號打完高端疫苗後 從二十四號傍晚開始到二十五號晚間出現四肢無力等身體不適的症狀 兩度前往醫院就醫 第二度就醫 院方為求謹慎留院觀察 根據指揮中心最新的統計 高端疫苗二十六號共有十八例不良通報 開打至今共累計四例疑似施打後 通報死亡案件 其中陸性作家已經解剖完畢 另外三案仍帶司法相驗 並確認家屬解剖的意願 指揮官陳時中表示四名疑似施打後死亡案件是分在三個不同的批號 因為區域不同打的疫苗也非同一批 因此目前沒必要公佈疫苗批號 記者我有陳立峰 楊敏峰綜合報導 記者 李宗盛